第1541期 军安诊所的博院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下沟诊所 进到院子里就听左词典半是抱怨半是解释的 我们灵医生对医学以外的东西真的是不太关心 光想着给街坊邻居顺便做个检查了 就没想到后续的治疗还要花钱的问题 更没想一下怎么收钱的事啊 博院长笑呵呵地顺着左词典的话说 这样零碎的工作呢就交给我们就行了 灵医生只要做好他喜欢做的部分 剩下的我们统统可以接手 这个我接手就行了 对对对 你们不方便接手的部分我们来做嘛 博院长所在的军安诊所是在私人诊所 也是有些名气的 总有慕名而来的患者到里面花大价钱来看病 但在外面的时候 博院长却是花着大价钱在结交医生们 毕竟病人总归是要医生来治疗的 他的私人诊所是不可能养得起真正的牛系医生的 那不只是钱的事 所以越是想在外面装的高大价 就越需要跟高级医生们串联起来 左词典也放心博院长处理散岁的部分 人就是他叫来的 左词典还是耐心地介绍情况 大部分人都想找两个老外做手术 但老外的时间和精力也有限 另外人家在国外的收费本来就高 这方面怎么平衡 你们军安应该有经验呢 这个办法很多的 交给我就行了 博院长也不多说明 不算是商业机密 换成凌然他还是愿意拿来当作辽资 但对左词典 博院长觉得还是应该谨言慎行 价格别太贵了 俩老外也不指着这个赚钱 但你也别想着赚钱了 左词典继续交代 博院长安静地听他说 还顺道记录良笔 明白 就是做个口碑的事 买个好名声 嗯 差不多吧 到时候安排哪个医院做手术 我这边来分配 你给病人和家属得解释一下 博院长眼神一闪 哦 那安排的原则是 左词典瞅着博院长一笑 让各家医院长点见识 总没有错的 博院长自觉明白了 这是带着两个老外 狐家虎威 或者叫携天子 以令诸侯了 当然 博院长对此只有配合的 再跟左词典 确定了一点细节 就下去看具体情况 此时的下沟诊所 热闹非凡 下沟本地的居民自不必说 早都被林杰州的红布标语给吸引了 就算是宅在家里的 也都被各种街坊群给轰炸到位了 到了现在 来排队的许多人不仅不是下沟居民 甚至都不是下沟居民的亲朋好友 数以百计的病人和家属 源源不断地涌进诊所的院子 反而引得许多下沟居民兴趣大增 附近小超市的老板 一口气扛了两箱农夫山泉到诊所里 分分钟卖得精光 立马又回去扛了两箱 连出门想了想 放下了一箱农夫山泉 换成了百岁山 再进到下沟诊所里 两箱水依旧是卖得飞快 小超市的老板赶紧打了个电话给老婆 自己却是没回去 脚一拐 也到人群里抢着要了一张预约号 282是282号 这 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啊 灵街州对街坊也是客客气气的 这个没法保证啊 看到老外走吧呀 人家老外什么时候走啊 能看多久门诊 我也保证不了 反正挂号不收钱呢 你们排到了就看 排不到的话呢我也没辙 自己飞去美国也是一样的 这两百多号也太多了 这能排到 老灵 咱们多少年的街坊了 你好意思给我一个282号 前面的号都是有主的 不信你自己问 但凡前面有一个号是过空的 我预留的 我天打雷劈 灵街州连忙发誓做保证 在街坊邻居面前刷好感 也是有风险的 灵街州对此早都是有经验的了 超市小老板只能是信了 嘟囔嘟囔着江号揣进兜里 又说道 我再去拿点零食过来 这么多人挤来挤去的 估计肯定是有几个了的 顺便再拿两盒套子 洋人的事握住着了 超市小老板回看了一眼 菲利克斯 四十多岁的 昂格鲁萨克逊人 跟看过的小电影里的人物 一模一样 一会儿 小老板夫妻俩一起 搬着东西进到诊所里 就地吆喝着售卖起来 娟子听见了 帮忙搬了张桌子 让他们不至于弯着腰 人真多呀 老板娘向娟子笑了笑 递出一瓶可乐 拿着喝 谢了哈 娟子也没推 笑着收起来 又帮忙找了张板凳过来 老板娘坐下来 再兴高采烈地问老公 你刚排号了 排了 排二百八十多号 不一定能不能看到 我前面问着 好些外面的人都来排队了 你怎么不知道早点排啊 之前看到宣传和广告 我没当回事 我当时还说呢 下沟这么大点地方 能有几个心脏有毛病的 你也说心脏没毛病 那你又排了 这年头 谁心脏还没个毛病啊 超市小老板骄傲地说 老板娘无语 但也不反对老公排队 正如其所言 这年头 谁心脏还没个毛病 看看 也没什么坏处 博院长站到院子里 既是观察下沟诊所和病人们 更多的还是观察 菲利克斯等人 做他这一行的 最忌讳就是 毫无准备地去接触 重要的业务人 像是他自己 凡是会面以前 都会通读 会面人写过的论文 编著过的书籍 也会从侧面 了解会面人的情况 不如此 他一个全国跑的 私人诊所的负责人 怎么跟那些 妖艳卖萌 扎根本地的医药代表 拉开差距啊 看了一会儿 就见凌然也走下了楼 博院长点点头 不管因为什么理由 请来了 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的 主持医生 凌然也应该陪着人家 看样子 凌然也不是完全 不通情达理 正想着 就见菲利克斯和凯伦 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凌一声 菲利克斯和凯伦 一起打招呼 凌然点点头 示意二人坐下 然后坐到菲利克斯跟前 示意他正常诊断病情 做了多年 医届中介的博院长 惊讶地险些 将舌头掉地上 这 这菲利克斯和凯伦 有求于凌一叉 博院长看向左词点 左词点的回答 一针见血 算是吧 他们想偷尸 博院长只觉得自己的认知在见血 这 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的主治 为什么想偷尸 左词点觉得这个蠢问题 简直太蠢了 也许是因为寂寞吧 博院长笑得很谨慎 他原本以为左词点 要为凌燃 要为凌燃 胡加 胡威 没想到 凌燃跟克里夫兰来的一生比较 依旧 虎虎生威 如此一来 左词点的形象都在博院长面前 变得高大了一些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1542集 各位 凌燃 凌医生 大家都认识 不用我多做介绍了 这两位是来自 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的 费利克斯医生和凯伦医生 博院长敞开怀抱 热情洋溢地向 云华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们 介绍着同来的凌燃团队 博院长是个好前客 而且很乐意将自己的圈子 拓展到云华全境 事实上 他从来没有想过 凌燃与两名世界顶级医生的组合 竟是如此的方便 当他们来到一家医院的时候 哪怕是平时很难见到面的院长 或某某副院长 都会很自然地出现在现场 博院长说不清 这是卫生局的功劳 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的名声 还是凌燃的名气带来的 但结果 却是让博院长舒服得不行 他快速地说明了情况 再等凌燃团队的主要成员被接走 就开始分发名片 给二院的医生们 军安诊所的规模大着 不能光指着高端医生们赚钱 这些医院不错 又有点时间的医生 一样受他们的喜欢 某些时候 私人诊所妈人 也是从这类医院里下手的 平时的时候 博院长要是过来 若是没有私人关系打底的话 那医院的医生都不会给他太好的眼色看的 今天就不一样了 博院长跟着凌燃团队过来 自然被认为是关系户 他们本身也就是关系户 博院长常年混迹于医疗界 其实是许多高级医生的关系户 但是跟他之前的经历相比 做凌燃的关系户 让他感觉到明显的舒爽 无他 大部分的高级医生的辐射范围 都只集中在自己的科室 至多就是本医院内 再高级一点的医生 再高级的 其实大部分都集中在京户两地了 照样辐射不了太远 相比之下 凌燃的存在有些非同一般了 他不是太喜欢说话的性子 甚至都不像是许多高级医生那样 通过各种协会和职权来扩大影响力 但是 毫无疑问的一点是 他的扩张性比大部分的医生都要强 用你两张床 当博院长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心里已经模拟出一片腥风血雨了 用不恰当的比喻 这跟跑到人家工厂里去说 我用你两台机床 或者用你一片厂房 有什么区别 但是 就像是第四人民医院和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们那样 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们还是选择了闭着眼睛欢迎 博院长想到这一点 其实是有点想笑的 但他没有笑 因为第二人民医院的心脏外壳里 没人想笑或者愿意笑 没有出现腥风血雨 是大家不愿意变成腥风血雨 并不是大家心里没有想法 有想法的都憋着 某位副院长落在后面 低声叮嘱着身边的几个人 博院长听到了 赶紧顿布 接着就想转身走开 就算是败犬的哀鸣 不小心听到 也容易被围攻呢 此时 二院的副院长 却是将博院长给叫住了 博院长正好 来来来来 博院长叹了口气 装听不到显然是不行了呀 只能无奈地走过去 装作刚来的样子 方院长 还以为您去前面了 不 我就不凑热闹了 博院长这两天 都是跟着灵医生的 对 我这几天都是跟着灵医生的 博院长是一个 私人诊所的院长 对公立医院的大佬 还是要表达乖巧的 刚才人太多了 我就没吭声 这会儿 你给我们讲讲 林医生在其他医院的情况 我们的王主任 还有点心存幻想 你给他破灭破灭 方院长没有再多的客套 转头对博院长就这么说 王主任年约五十岁的样子 看一眼年龄相仿的 方院长在抬头道 欢迎破灭 我知道灵然的技术是相当的好 不过呀 医学发展到今天 也不能纯粹以技术论长短 人文关怀也得考虑进去吧 博院长知道 这大约就是他们此前讨论过的一些话题 虽然不想参与 但逃是逃不过的 而且有些话也确实是需要说的 博院长还是调整思路 这个林医生这边啊 确实是比较少考虑人文关怀的问题 是吧 王主任眼前一亮 立即觉得眼前这位有些顺眼了 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 不能光顾着医疗两个字 服务也是要做的吧 技术好就为所欲为 这个事情说不通的 博院长 旁边的方院长提醒了一声 博院长一笑 这个其实啊 我们军安臣所在人文关怀 在做服务方面是有经验的 但是现在还是得有林医生做手术 才能让病人真正满意 我们到贵院来 归根结底 也是病人要求的 前面一节都是废话 他真正要说的 也就是最后一句 病人要求的 云医的床位是真的没有了 而想要做手术的病人 则是第二人民医院的关系户 所以才会到这边来做 博院长估计 弄不好这边的病人 就是方院长的什么人 类似的情况 他之前在其他医院 也都有碰到了 甭管本院的医生有什么意见 病人和另一些医生 或行政官员的力量 终究会发生巨大的作用 没有于此枉获之心的 王主任们 最终还是会退让一步的 无非就是两张病床嘛 人家还只是临时拥有 博院长猜测 王主任们的心态 大抵是如此的 而眼前的王主任 眼神忽明忽暗 显然也在衡量得失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老王啊 人家都来了 咱们看看人家怎么做的 长点见识总不是坏事吧 方院长这时候 拉了拉王主任 算是给了个台阶 王主任哼了一声 哼 要不是看在 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的份上 这就是同意了 方院长哈哈一笑 哈哈 是吧 先去看看再说 博院长低头不语 唇刀没看到 但他知道 王主任等人 只要见过手术 就回不去了 因为现在的手术 全都是凌然操刀 菲利克斯等人 学习的模式 手术本身的质素 自不必说 如果不够强的话 菲利克斯和凯伦 哪会一天天地 安一下去学习啊 而亲眼看过 这样的手术 看过凌然和两名 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的 主治医生的关系之后 如二院这样的 心脏外科里的医生 又如何回得去呢 当凌然走出手术室以后 他们再跟凌然说话的模式 都不可避免地 要发生变化 博院长存着 看好戏的心情 跟着几人走进了手术室 第二人民医院的手术室 即使是用于心脏外科的 也并谈不上多么的宽敞 一票人塞进去 巡回护士赶紧喊停 又丢出去两名 没预约的住院医以后 才宣布手术开始 刀 纱布 拉 朴实无华的开局 对凌然已经没有丝毫的挑战性了 但对其他所有人 都是炫目地操作 灵医生 这边手术做完的话 跟我们一起去克利夫兰吧 凯伦坐着坐着 终于忍不住发出了邀请 翻一枚反应过来 傻乎乎地翻了一遍 不过 其实不等他翻译完 有英语好的医生 已是心绪翻腾起来 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的医生凯伦 邀请凌然去克里夫兰 坐在办公室里 正在写摘药的麦醇 迅速地将这句话打在手机里 并发送给天妻 锦丁凌然是云里的董事 办的一项重要工作 以前是麦醇主要的工作 但随着他的业绩越来越好 主要是跟着田董事越来越近 他的工作内容增加了 也就不能将全部精力铺在这里 不过 麦醇仍然保持着关注 不单纯是为了工作 更类似一项爱好 就好像一起毕业的社友追星一样 麦醇盯着凌然久了 越来越觉得 关注他比关注明星有意思 正因为如此 麦醇能够进入到许多高层次的群组 例如 燃的投尾群 投尾大神群 投尾白金群 广市投尾群 葡萄牙筑澳办云华办事处 等等等等 今天的信息也可以说是投尾群里率先透露出来的 麦醇先是看到了凯伦邀请凌然的GIF动图 然后才按图索记 在本公司的后台视频里找到了具体的位置 给田董发了信息过去 麦醇马不停蹄的截图截视频再发了邮件出去 就开始搜索克里夫兰的情况 当然 他搜索的就不是克里夫兰的人文地理那些俗信了 而是云里集团乃至于田家在克里夫兰的生意 乃至于关联生意 麦醇知道 田七最近正忙着接手家族事业 奈何各地的事业群过于繁杂 总得有一个先来后到 前后顺序 这一趟 说不定就会收拢一些美国中部的生意回来 麦醇看得很是认真 克里夫兰也是美国中部重镇了 传统的工业领域衰退的够呛 但金融和医药领域还是顽强的挺了起来 要说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的 云华第二人民医院 心脏外科的手术室里 几名二院的医生心情略有些复杂 不像是云医的医生们 多多少少有些习惯于凌燃超出常规的表现 二院的医生们隔空听说凌燃再怎么高看她 认为她比本院最牛的医生强 认为她算得上是云华技术最强的医生之一 昌西省技术最强的医生之一 但差不多也就到头了 再往上 不管是杰青还是院士级的 给人的感觉都是很遥远的 至于来自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的邀请 实际上 今天走进手术室里的几位二院医生 根本就没有往这个角度考虑 我之前已经跟外科部长说过了 如果您愿意的话 恶向开销都由我们这边来负担 凯伦给凌燃打着下手 情绪稍微有点小激动 一天天地跟着凌燃做手术 本院的工作积累的也太多了 但要说转身就走 凯伦又有些舍不得 他与菲利克斯现在用的都是年假 也是多亏两人都是主治医生 才有足够多的年假来挥霍 不过休息大半个月的时间 也就差不多了 两全其美的策略 还是将凌燃拉到克里夫兰去 凌燃对克里夫兰心脏中心 也是抱着好奇的态度 世界第一的心脏外科中心 不开玩笑地说 择棋手术的病人在这里做手术 比在中国普通的三甲医院里做手术 平均寿命提高十年 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 这绝对不仅仅是医术的问题 还包括系统性的风险排除 更好更新的技术和药品的使用 以及训练有素 可靠有力的支持团队 问钱能不能买命的人 要么是没有钱 要么是没有将钱用在正确的地方 直升飞机急救和救护车急救 就是一个再前险不过的例子了 如果人命真的无价 就应该将全世界的急救车 都换成直升飞机呀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1544集 在技术方面 甚至在为手术期的护理方面 灵然都是有相当的自信的 但是 心脏外科不同于此前的肝脏外科 更不是普外科和骨科的规模 和要求所能比拟的 一个好的心脏外科的团队 无论规模 训练还是装备 都是医学领域中的特种部队 其投入 更是远超一支小规模军队的程度 像是美国这样的国家 每年军事投入七千亿 医疗投入三点二万亿 虽然不能完全类比 但作为皇冠上的明珠 医疗金字塔最顶尖的心脏外科 它的含金量是毋庸置疑的 看看可以 但云华这边的工作 我要处理一下 那当然 凯伦一笑 只当凌然是要通知一些人 打打电话什么的 这时 却听凌然喊左字典的名字 统计一下咱们剩下的床位数量 好嘞 左字典早有预料 真要是去美国转悠 凌然怎么可能让这边的床位空置 照着以前的标准 肯定是都要走廊干满才能走人的 这时就听凌然又提醒 心外的床位也一并统计起来 最近心脏搭桥的病人很多 好的 明白 左字典答应得很快 心里不禁吐槽 您根本就不用解释最后一句 康主任的病床不就是我们的病床吗 手术室的顶是蓝蓝的顶 手术室的无影灯是明亮的无影灯 一众一声各自怀揣着梦想 飞快地做着手术或者怀揣着梦想 看梦想中的医术在眼前展现 二院的心脏手术室渐渐安静了下来 原本有些弹性的二院的心脏外科医生们 看着凌然的操作 却是渐渐失去了聊天的兴趣 有时候差距太明显了 比较的双方都会觉得无趣 最起码网上看的人会看得非常累 手术完成 凌然优雅地剪线收线 并将位置让了出来 兼职做助手的菲利克斯和凯伦 几里咕噜地讨论起来 只剩下二院的主任 有气无力地笑了笑 过了一会儿才暗自摇头 对凌然说道 连一声恭喜手术顺利 咱们一会儿一起吃个便饭 她这是例行操作 凌然只是摇摇头 来不及了 如果要去美国的话 最近几天要多做几天手术了 说着 凌然脸上就不自觉地带出了笑容 不只是左词点 就是菲利克斯都看出来了 用英语凑去的 另一声想要弯上加班做手术吗 我可以配同的 做一晚上的心脏搭桥 应该也会有提高的 不等凌然回答 一条系统通知已是映入凌然眼帘 早上十点 菲利克斯吃的狼吞虎咽 不仅仅是因为今天送来的三流的臀肩肉 汁水横溢 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饿惨了 看病人做手术跟术后 凌然的要求越来越高 做的手术越来越多 菲利克斯等人的地位则是直线下降 现在已经是沦落到了真助手一个级别了 而助手和主导医生最大的区别就是有大量的杂活和体力活要做 手术前 灵然只要看过病人的各种检查报告和影像片 再见见病人 试诊问诊一番 确定病人没有特别的出入即可 但助手就要前前后后的奔波准备 尤其是在手术方案确定前后 甚至还需要查找资料 寻找类似的案例等等 以确定风险 当然 这是大手术在大医院里的做法 普通医院的医生 水平还赶不上大医院的助手 也谈不上方案确定 查找资料之类的 反正他就会那么一两套 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之类的选择 也是有心无力 菲利克斯确实有些年 没做助手的活了 乍做起来 自然是心累体累 好容易得到一点休息时间 用叉子戳着肉 都像是在戳敌人似的 凯伦同样一手戳肉 一手割肉 但情绪更加稳定 只看看菲利克斯一笑 能不能坚持住 菲利克斯使劲地嚼着肉 你能坚持 我有什么不能的 豚肩肉有韧性 有脚筋 但现在最适合吃的是肉眼吧 田七小姐的认识 也许和你相同 所以把肉眼切给林医生 上千美元一磅的肉 还不够好吃吗 我是有些累 菲利克斯突然懒得说话了 凯伦同情地看菲利克斯一眼 我如果再老十岁的话 大概会跟你一样 嗯 什么意思 菲利克斯的眼睛斜了过去 凯伦不屑地撇撇嘴 你如果像我这么年轻 就不至于累得这么惨了 我 菲利克斯气到胸腔突然就不气了 反而有点触动 如果真的在年轻十岁 他能做的事真的会多得多 就眼下来说 他等于跟凯伦重回一同一条起跑线了 至少在心脏搭桥的技术方面 已经没有明显的优势了 而作为一名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的主人医师 菲利克斯其实更愿意在一种类型的手术上 成为头部中的头部 而非多种手术 尤其是见过凌然的天才之后 他的心思就更明确了 但是 就算想成为一种手术的头部中的头部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1545集 菲利克斯回想着最近两天的手术进程 再看看汁水横溢的臀肩肉 哦 凌然的诬血树也太吵畅了 而且看他的操作 最近几天污血事业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像是水平增长了一样 实在让人难以相想 对方聊到了手术 凯伦也就收起了尖锐 想了想赞同道 凌然的水平增长 不是可能 是确定水平增长了 凌然的水平增长 不是可能 是确定水平增长了 你记得咱们周三中午做的那台手术吗 就手术进程来说 当时就有明显的提高 像是一堵墙 凌然突破了 灵医生这样的机会竟然还有突破 菲利克斯不禁摇头 自己觉得不可思议 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我们的技术也得到突破 也就几天时间 也许可以认为 是我们之间的交流 让凌然提高了技术 也让我们提高了技术 当然 肯定是这个原因 我们带来了克里夫兰的先进经验 而且 凌然确实采用了亨朵不是吗 这样的技术交汇 这样的思想交融 哦 我要把这段写在书里 等我记一下 菲利克斯的美国式字信 瞬间升起 装模作样的写笔记 半真半假 到了他的这个年纪和水平 增加一些有故事性的名人意识 还真的是能提高地位的 当然 前提是 凌然能走到世界级的医学大师的地位 凯伦没有菲利克斯的这份心思 只当他是在开玩笑 低头吃了几块肉 又喝了两口水 放下刀叉 说道 无论如何 等咱们回到克里夫兰 带回去的先进经验 总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 没错 我要让尼尔森和洛克好好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丁减技术 菲利克斯已经是忍不住哈哈大笑 没有一点遮掩 只要再熬三天就可以了 凯伦用语言安抚着自己 但安抚完了 却是觉得一阵痛苦袭来 好在就读医学院时就是日日悲惨的状态 这么多年熬下来 凌然的手术无非强度更高 对个人的专注度要求更高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凯伦越想越觉得身体紧绷 哦 实际上 林医生准备在国内再待五天 吕文斌听得懂英文 这些天也跟几个老外混得颇熟 这时候就插了一句话 并笑呵呵地看两个老外的表情 凯伦和菲利克斯的眼角瞬间就垮了下来 为什么是五天 因为剩下的病床还很多呀 就算是林医生 这么几天时间 也没办法把病床都给干出去 事实上 因为病床还要给手下们分配一些出去 凌然在本科室里占用的病床 比以前还要少了 那在别的地方的需求自然更强烈了 我觉得我坚持不了五天 菲利克斯叹了口气 摸了摸自己并不茂盛的头发 这样的话 又要重新改签机票了 买什么机票啊 天气小姐这一次一起去呢 四人飞机来着 凯伦眼前一亮 四人飞机 十有八九啊 之前跟天气小姐出门都是四人飞机的 菲利克斯满脸八卦 我没太听明白 天气小姐是另一生的 嗯 没错 菲利克斯浑身费解 那我更不明白了 既然如此 另一生为什么还要做一生呢 而且这么拼命 吕文斌愣了一下 突然释然了 所以说连你们美国人都不明白是吗 菲利克斯和凯伦齐齐摇头 所以啊 你们的先进性也就到此为止了 吕文斌吐了口气 运气于两臂 崩出弓二头肌 心道 该到我们表演的时候了 吕文斌用力地吐气 粗壮的鼻孔 崩到浑圆 伸得仿佛可以看到肺液似的 凯伦勉强跟着他的动作 只是重量加得更轻一点 出的汗也更少一些 尽管如此 凯伦还是爽得啊啊大叫 吕文斌在喊声中出力更大 喘着粗气用力说 我靠 菲利克斯端着一杯酒 好奇地走进健身房 探头探脑地看了两眼 才笑出来 哦 我还以为你们演的是 施洗医生歌雷呢 凯伦偏了眼 吕文斌青筋暴露的肌肉 笑了笑 也不是不可以 菲利克斯哈哈笑出声 哦 吕一声听到没有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吕文斌汗如雨下 放下杠铃沉重地道 军念不行 尽量还要练背 把落下的部分补起来 凯伦一听 顿时觉得吕文斌的 塌鼻子更丑了 不屑地弄弄嘴 你可以放心地练背 明天开始 我们就要在 克利富兰心脏中心 开始做手术了 夸轴飞行的第二天就开始 手术 感觉我们努力的像是令人一样 如果我出门坐私人飞机的话 我也可以每天都是 手术日 嗯 会有这么一天的 凯伦笑出了声 就凭你的薪水吗 给私人飞机加油 还差不多 尽管是世界顶级的医疗机构 但克利富兰心脏中心 并不以高薪著称 事实上 美国最大的几家医疗中心 给医生开出的薪水 都没什么想象力 其中梅澳是最低的 诺奖获得者也只有 十几万到二十几万美元 不等的年薪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 外科部长的薪水 也只有八十多万美元 虽然听起来很不少 但与企业界 尤其是硅谷的程序员们相比 依旧显得普通 克利富兰心脏中心的 医生薪水 同样维持在 中产阶级的高线上 大部分人都拿着 低于私人诊所的收入 也是凯伦和费利克斯 需要跑出来 赚外水的主要原因 不过 在克利富兰的工作 远远不是这些 医生的收入峰值 普通的医生一旦离职 往往可以拿到 数倍于心脏中心的薪水 自营诊所的话 收入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许多被落下来的医生 往往因此率先开始了 人生的享受期 至于顶尖的外科医生 若是始终可以保持卓越的话 那他们的离职 将是一次行业内的大震动 会有数量可观的 私人诊所或医生集团 愿意为其提供 极其大方的合同 其中可能还包含着 股份或其他权益 从而将这些中产阶级的医生 一举捧上资产阶级的台阶 菲利克斯自然还是有梦想的 他环视四周 自信地笑了笑 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的 外科医生可能不行 世界排名牵尸的 心脏大巧医生 应该没问题吧 以他的角度来说 追求一个世界前十 还真的不能说是净花水月 尤其是有凌然的技术加乘以后 就连凯伦也未尝不是 有试一试的心思 世界前十的心脏大巧医生 能买得起私人飞机了 凯伦其实还蛮愿意 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的 菲利克斯更是带着微醺后的憧憬 两只眼睛又丑又蒙地说 私人飞机的成本主要是两块 一款是飞机的价格 一款是包养威护 如果真的到世界前十 自己开私人诊所 遇到一位哈里发式的病人 他说的是阿联酋的总统 此君因为曾在安德森癌症中心就诊 并治愈了癌症 因此捐资1.5亿美元给了MD 堪称是年度大捐赠 比许多排名靠前的医院和大学 收到的全年捐赠都要多 凯伦明知道他在开玩笑 还是乐呵起来 捐资的钱总不能全部拿去买飞机 一半的一半都绰绰忧郁 日常的央护费用 应该也可以用针索的经费 菲利克斯说得开心的时候 愁眼眨巴眨巴的 像是个白话的金丝猴似的 凯伦也咧开了嘴 就算不可能 想想也总是快乐的 你们的私人飞机场会有健身房吗 又坐了一轮深蹲的吕文斌 放下杠铃 擦了擦汗 很淳朴的样子 菲利克斯正处于幻想中 很认真地想了想 然后郑重地摇了摇头 没健身房的私人飞机 有什么意思啊 那还不如不买呢 菲利克斯显然没有被 没钱才买古斯特式语言击中过 一时间待在当场 这场人 那里会用波隐737 该造成私人飞机 吕文斌又是一声冷笑 咕咚咕咚喝下去半桶水 他就算再卖一百年的猪蹄也买不起私人飞机 但他可以让有可能买得起私人飞机的菲利克斯和凯伦 毫无快感 语言的魅力就是如此的快乐 改装成私人飞机的737 轻盈地降落在了克里夫兰机场 凌然和田七漫步走下飞机 后面是菲利克斯 凯伦 左辞典和吕文斌等人 田七的大部分手下则待在飞机上 等着一会儿其他地方 这一趟对田家来说 也是颇为重要的旅程 除了这架私人飞机以外 还有更多的人要乘商业航班赶来 克里夫兰心脏中心 只派了一名外骗的司机来接人 这让菲利克斯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解释道 医院正在消遣经费 不能派太多人来迎接 凌然自然是一无所谓的点点头 田七呢 也只让那司机在前面领路 后面的一票人等 自然坐上了田家提供的车队 呼啸而去 回到克里夫兰 看着熟悉的风景 再坐上劳斯莱斯 令菲利克斯的情绪达到峰值 不禁再次心声摇曳起来 好一会儿 菲利克斯才问旁边的凯伦道 希望医院安排拖挡 我可不想得罪了这样的医生 不会的 凯伦 散发着智慧的量 紧救急救模式 即可看出端倪 在克里夫兰心脏中心里 他们随时保持着三支轮班车的急救队伍 当紧急广播响起的时候 三支急救队是同时奔赴现场 然后由最先到达的队伍 主导抢救 令两支队伍则快速撤退 这种做法也就是所谓的饱和救援 能够带来极高的成功率和生存率 当然 费用极高的账单也是必然的 但是有医疗保险的掩盖 一切还算是尚在掌握之中 而用医疗保险覆盖高昂医药费的模式 对高阶医生和高阶治疗 还是较为有利的 像是国内医生经常需要进行的数钱谈话 谈的大部分都是钱和成功率的问题 而在美国 这个问题就要相对轻松一些了 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的环境和配置 更是充分体现了这种轻松 漂亮的绿植和干净明亮的建筑 且不必说 凌冉等人入内就获赠一台iPhone手机 立刻将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的财大气粗展示出来 哦 这台收集有专门为克里夫兰针所做定制的 大约有十几个APP 做非常多的事情 简单 有医院的电邮 电子病例 也可以查看圈壳式的拍板情况 登陆医院的内网 看到各种影响报告 费利克斯在送手机而来的行政官员面前 极尽所能地且骄傲地做着夸赞 送手机过来的行政人员是个小胖子 又小又胖 像是吃肯德基的缩水汉堡似的 他奇怪地看着费利克斯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夸奖我们的 哦 克里夫兰针所总是有点拿得出的东西 不是吗 为了这套系统 我们是花了还量的资金的 每年的维护经费就超过十亿美元 虽然维护的还是不怎么样 小胖子争辩的 哦 克里夫兰针所的病人可是百万级的 中国的普通医院病人都是百万级的 也只有你们才会觉得 维护一名患者的病理要花几百美元 小胖子深吸了一口气 被骂得很爽的样子 哦 我感受到了费利克斯医生回来的气味了 费利克斯没好气地摇摇头 这些家伙总是避重就轻 又让人无可奈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1547期 凌然根本不理会他们 低头刷着手机 一个个的APP打开来做着尝试 他对新功能新技术 还是很感兴趣的 就像是对宝箱的需求似的 田七等了一会儿 问他 觉得好用吗 嗯 还不错 主要是系统整合得非常好 不像是我们的电子系统 分散在不同的角落里 凌然对云一的办公软件 自然也有许多吐槽的地方 事实上 任何用了医院的电子病例系统 或其他软件的人 都会产生无限的吐槽 不说别的 有的医院的电子病例系统 竟然还自带屏蔽字 以至于医生们 不能在里面描绘各种人体组织 阅读体验感 全无不说 平白增加了大量的工序 堪称愚蠢 但是 因为高阶医生们 总是通过操作低阶医生 来完成病例 或排班等相关工作 所以 电子病例等软件系统的 受重视程度 往往低于理想值 平日里看似很好说话的 医药公司 在面对低阶医生们的 问题的时候 也总是不如预期回复得快 凌然日常是喜欢看影像片的 有时候洗澡的时候 他还会用语音阅读病例来听 所以 对于云医采用的电子系统 凌然也是有所不满 这会儿用着克里夫兰诊所的APP 凌然比较之下 就多了一些满意 田七健壮 立即琢磨起来 心的 这趟应该注意拿一家软件公司的股权了 尤其是能做工业软件 医院系统的公司的股权 这样 跟云里医药合并起来 业务统合后 盈利能力估计也会有所增长 站在田七身后的脉纯 都不用田七说话 一是看着凌然的表情沉思起来 他如今已是云华市 燃君头卫群 大神组的骨干成员 每天除了刷聊天和整合资源以外 麦纯也学会了通过各种方式 来阅读凌然的表情 凌然对眼前的手机和APP感兴趣 麦纯立即记录下来 他相信 自己目前的工作与田董必然是一致的 另一声 现在咱们去办公室 菲利克斯盛情邀请 凌然看看天色 哦 直接去手术室就行了 哦 这个 主要是还有些收拾要办理 托比 托比奥斯伯恩是中心主任 他想亲自见见您 等见过托比 您就可以在手术室里来往自由了 CCF 就是克里夫兰诊所的心脏中心 如今已是升级成为了心血管中心 只是传统上 大家还是习惯叫它心脏中心 而在CCF的心血管中心里 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心脏内科 心脏外科和心血管内外科 也有更专业的心脏麻醉科 心脏影像科等等 在国内这些科室都有科室主任负责 CCF虽然也有部门领导 但权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心主任手里 CCF的心脏中心内 叫得出名字的专家 大有人在 几乎每个部门领导 都是世界级的知名医生 托比奥斯伯恩 便是极有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之一 如今年纪虽大 依然奋斗在一线 只是手术量明显减少 以培养新人为主 在这一点上 外科医生和飞行员 都是非常相像的职业 不论医院有多么庞大的规模 到了培养后继者的时候 最重要的依旧是操刀者 托比奥斯伯恩 更是有一点点求财若渴的样子 他在楼层的电梯处 等着凌燃等人 而非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着 作为一名六十多岁 成名已久的外科医生 已经成为中心主任的奥斯伯恩 看起来更加的和蔼一些 见到凌燃以后 托比奥斯伯恩更是用心的 凌医生 总算是见到真人了 你有任何疑问 任何要求都可以提出来 只要能够帮助您了解 克里夫兰诊所 菲利克斯在旁轻轻地松了口气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 奥斯伯恩认真的对待 实际上 在他的记忆里 奥斯伯恩曾经还是个 火爆性格的外科医生 经常会将手下的医生骂哭 当然 在成为中心主任以前 奥斯伯恩就没有那么任性 CCF的庞大规模 对应的要求大量的专家及医生的加入 而且不像是较小的心脏专科诊所 或私立医院 CCF并不以高薪著称 他们甚至给不出高于行业平均值的价格 因此 要维持该中心的运转 负责人的人格魅力 与中心的工作氛围 都变得极其重要起来 如果换一个年轻人 现在很可能是处于受宠若惊的状态 但是 凌然实在是受宠太频繁 以至于他的注意力 只集中在奥斯伯恩的问题上 并确定道 任何疑问和要求都可以吗 嗯 任何疑问和要求都可以 不愧是世界级的大医院 奥斯伯恩愣了一下 哈哈地笑出了声 对菲利克斯和凯伦说 你们看 灵医生还是一位很有趣 很会说话的人吗 菲利克斯和凯伦尴尬一笑 奥斯伯恩再向凌然问道 灵医生 你有什么要求 哦 我还从来没有做过 完全的镜像人的手术 你们有这样的病人吗 灵然颇为期待地提出要求 镜像人 就是心脏 以及肝胆皮等内脏器官的位置 与正常人完全相反 通常来说 一个器官发生镜像的概率 相对较高 但所有器官都相反的 镜像人的发生概率 就只有几百万分之一了 正好需要做手术 且是大器官手术的概率 就更低了 克里夫兰诊所每年接待的病人数量 也不过两三百万人次 包括各个中心重复就诊的患者 这里面需要手术的人更少 由于心脏中心的又要打折 可以说 CCF的医生们 要遇到一名完全镜像人来做手术 凭运气也得好些年 奥斯伯恩有些为难 又有些释然 至少是个有趣的要求吧 嗯 我想想办法 奥斯伯恩沉吟了几秒钟 兴趣竟然也被激发了起来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1548期 这位就是斯特朗·哈瑞斯先生了 啊 这位就是斯特朗·哈瑞斯先生 斯特朗·哈瑞斯先生啊 奥斯伯恩 菲利克斯·凯伦和凌然等人 站在一间独立的病床前 全都用医者的审视 看着面前的这位镜像人 这是一位年约六十岁的伐木工 岁月和工作的痕迹 早就嵌入了他两边的蛋蛋里 褶皱又深又密又黑 中间还夹着丛丛的黑毛 好似夏日里长了荒草的黑土地 好在肌肉依然紧实 能够缩成团 让脸颊能够倔强而饱满地叫起来 而在皱纹集中的眼眶四周 纵横交错的纹路 让哈瑞斯的脸颊好似光影交错的素描图 黑且细密的板块集中又显眼 此时则汇聚成满满的疑惑 哦 我以为只需要一个医生 就可以做一台手术了 哈瑞斯等房间安静下来 不安地嘟囔了一句 奥斯伯恩态度超然地笑出声 的确 有很多手术只需要一个医生 但你的手术 我们计划是多用几个人 好不容易遇到一名镜像人 哪怕已经许给凌燃了 总也免不了几个人来试试运气 那就要有好几名医生寄账单 给我们了是吗 哈瑞斯的妻子同样很苍老 着急地询问了一句 奥斯伯恩给出一个 久经练习的安慰笑容 哦 桑德拉女士 我们之前谈论过这个话题了 你不需要支付任何账单 包括你们在克里夫兰的 时速开支 都会由CCF审核承担的 医生们也是 不论我们用多少名医生 也都是由CCF来负责一应开支的 往返的花销也包含在内吧 我们没钱坐那种 大的医疗飞机的 桑德拉继续要求 奥斯伯恩笑着点点头 再让人将桑德拉带出去 结束了与其的对话 几名医生再次将哈瑞斯围拢起来 盯着大大小小的眼睛 再用戴了手套或没戴手套的手 在六十岁的伐木工身上 胡乱地摸 感情不错呀 出了病房 奥斯伯恩笑得比凌然还开心的样子 她不做医生好景了 这样直接面对病人的时候更少 反而最有感觉 走在雪白色的病房走廊里 奥斯伯恩的呼吸都变得有些亢奋 凌然意识轻轻点头 赞同地说 尤其是甘区触感非常独特 奥斯伯恩深吸了一口气 确实 心脏扣疹的声音也有变化 还好我决断地走 否则这家伙就要去南佛罗里打酒医了 白白浪费了 你的要求也很重要 镜像人的手术 我年轻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到这样的要求 凌然奇怪地看奥斯伯恩一眼 哦 我的导师当年问我想要什么 才愿意留在克里夫兰 我当时满脑子都是学生贷款 所以脱口就说要十万美元 奥斯伯恩满怀追忆 用来还贷款的话也很正常 凌然表示理解 他老爹林杰州当年也是尝试过贷款经营的 负担比想象中的更重 奥斯伯恩却是哈哈地笑了出来 就算是克里夫兰 也不可能给当时的我十万美元的签字费的 当然我也不可能拿签字费去还学生贷款 我去了拉斯维加斯 那真是美妙的一周啊 周围人 尤其是克里夫兰诊所的医护人员们 都是无奈地看着奥斯伯恩 眼前的中心主任 感觉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了 奥斯伯恩却是没管其他人 只看向凌然 我当年如果做出像你这样要求的话 我也许能早几年得到现在的机会 凌然笑了笑 奥斯伯恩继续说道 你如果来克里夫兰诊所的话 你会得到我当年都没有的机会的 如此直接地表达招揽的要求 克里夫兰诊所的医护人员都颇为惊讶 凌然淡定地摇摇头 这些年 她收到的此类信息太多了 克里夫兰诊所 离家太远了 就是凌然身边的下属们 表情都非常的镇定 同样的 这些年想要勾引凌然的机构 组织和个人那海了去了 刚开始的时候 吕文斌等人还担心凌然被拐走 现在哪会有丝毫的担心呢 大不了 大家跟着凌医生一起走就好了嘛 跟在队伍后面一些的吕文斌 甚至有一些无聊 有些懒得听老外的英语招揽 直接用愁愁了好一阵的英语 问旁边的一位华裔医生 我刚才听说免费治疗 这个病人的保险 不能全部包含治疗费用吗 华裔医生直接用上了中文 边走边说道 免费治疗 免费的食宿 免费的交通费用 还有他们家里的水电费 和生活费等等 据我所知 因为灵医生提出要求以后 只找到了这么一名 合适的镜像人 否则的话 应该可以简单一点 至于保险 佛州的这个伐木工人的保险 肯定是没办法覆盖到 克里夫兰诊所呀 你们医保的限制还蛮多的呀 克里夫兰诊所一直在尝试 增加获取病人的渠道 即使如此 诊所全年的出院量 也只有22万左右 手术量15万的样子 15万 不是有两三百万的旧诊量吗 是啊 二十分之一的住院并出院 约翰霍普金斯 每年的出院人数 也只有两万多人 两万人能做什么呀 我们云医一个月 都能干两万出来 一年干的比克里夫兰诊所 都要多 那是因为克里夫兰诊所 总共有五个区 等于由五间医院组成 五家医院一年二十多万的手术量 但职工就有六万多人 所以说克里夫兰诊所 才是全美医疗服务最好的医院 也是大部分人的保险 覆盖不到的医院 比起纯美国人的奥斯伯恩 华裔医生的解释 就清楚得多了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1549集 吕文斌有些恍惚 哦 真要是这么搞 你们的手术量 也为不了多少只零治疗组啊 嗯 确实如此 更低的工作量 更高的要求 是更高的服务性要求 稍微多一点的薪水 但是巨额的开销 尤其是医疗事故保险 有时候想一想啊 在克里夫兰诊所工作 还不如回国内工作呀 你这么想 怎么不试着回国呀 吕文斌说到此处 努顿的思路终于畅通了 不由停顿住了 并重新看向旁边的华裔医生 您怎么称呼来着 啊 曾国荣 我初中就出国了 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 在克里夫兰诊所接受的 住院医培训 接受了心脏专科的培训 曾经在柳叶刀等 期刊发表论文 超豪华的简历 有点像是求迟报告似的 低声涌入吕文斌的耳中 能在克里夫兰诊所站稳脚跟的一生 简历就没有一个不豪华的 吕文斌神情逐渐古怪 再看看两边的其他医生 不由说道 你和你的同事 对我们的态度 似乎有点不一样啊 华谊医生曾国荣一笑 我认为 看过林医生的手术 和没看过林医生手术的医生 大概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吧 哦 因为你们是从中国来的医生 所以我特意看了 林医生的手术录像 等到他们看过 林医生手术以后 我相信 表现不会跟我有多大区别的 林医生好好休息 咱们明天见 菲利克斯目送凌然坐进 劳斯莱斯内 羡慕他嘴角流言 一排劳斯莱斯组成的车队 挂着低调的轰鸣声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缓缓离开 林医生真是名一样的男人 凯伦说这个词的时候 脑海里想到的是 微信群里的对话 他回国以后 就加入了一个海外官邻的群 除了群名是中文 大家聊天都是用英文 其中既有留学生或海外华人 更多的呢 则是凯伦这样的纯野生外国人 共同的话题 让群里的聊天颇为热闹 吕文斌暗地里喝喝两声 低声用中文嘀咕道 林医生才是最简单的人 还迷一样 无非就是长得帅了 结果还自带战争迷雾了 战争迷雾是什么 躲在吕文斌腿后 以免被践踏的余员 奇怪地问了一句 你关心的就是这个 吕文斌聚精会神 确定了余员的位置 余员撇撇嘴 你还有什么可供关注的 你的助手位置都快要丢掉了吧 那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都在克里夫兰了 吕文斌对美国的医院和医生 还是有点小情绪的 现在照射着克里夫兰的阳光 他都觉得身上的肌肉绷紧了 克里夫兰诊所在医生们的眼中 还是有足够多可吹嘘的成分的 甚至比起梅奥诊所 因为克里夫兰的心脏外科的逼格更高 使得他的格调也变得高了起来 若是用于吹嘘的话 约翰霍普钦斯毕业 克里夫兰诊所就职 是最完美的临床医生开局法 正如吕文斌此前接触过的 华裔医生曾国荣那样 这种道路是要碾压许多统领人 才能做到的 吕文斌从来没想过 读约翰霍普钦斯 更没想过任职于克里夫兰诊所 但是他毕竟是来到了克里夫兰 而且还会在一群克里夫兰人面前做手术 虽然是助手的身份 可也让吕文斌很开心了 换一个角度来说 几年前的吕文斌 以磕草的身份开始给凌然打杂的时候 可是没有想过这一天的 于原则是羡慕极度恨地瞅着吕文斌脚踝上的鸡皮疙瘩 顺便打断吕文斌美妙的爽感 说道 别忘了咱俩要跟报告的 跟 滚呀 没问题的 吕文斌很安心的样子 凌然休息或者玩去了 吕文斌和于原就不行了 他们得要跟着克里夫兰的人 从头到尾地将病人的检查跑一遍 虽然以克里夫兰诊所的条件 没有俩人的出现 工作效率还能提升一点 但他们可不敢将明天的手术基础 全部交给别人去搞定 灵治疗所的工作模式也不允许了 事实上 这就是两人会被带出来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工作 灵然在克里夫兰诊所的手术 也许称不上万重瞩目 但对于灵然的咖位的提升 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 正如那名华谊医生曾国荣所言 普通的临床医生通常分为两类 一类是见过灵然做手术的 一类是没有见过灵然做手术的 灵治疗所的目标 自然是让更多的医生看一次灵然的手术 许多人都在为这一次的手术做着准备 即使是克里夫兰诊所的医护人员 也是集中精力做着准备 即使是克里夫兰诊所的医护人员 也是集中精力做着准备 他们虽然经常接待来自各国的医生和学者 但能得到中心主任和主治医生关注的手术 也不是每个月都有的 何况手术本身的要求也不低的样子 灵然却是直到第二天清晨八点 才来到克里夫兰诊所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1550集 灵在门口的于员连忙跳过去 低声道 林医生 病人情况稳定 我以为您会早点过来的 心脏中心的主任和费克利斯他们 都在参观室那边等着了 灵然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做事的 此时不禁奇怪地看了眼于员 病人情况稳定 为什么要早点过来 于员差点又没接到灵然的话 好在她底盘低 话落地的时间足够长 想了又想 说道 我以为您想看看他们的各项报告 因为有英文和拉丁文 用的好些单位也不太一样 灵然嗡了一声 表示知道 这种程度的理论储备 她用不着系统 自己早都搞定了 两人说着话 进到手术区 然后各自去换衣服 参观室里 缓缓地聚集起了数十名医务人员 克里夫兰诊所有多间 配备了参观室的手术室 这样说并不太准确 正确的说法应当是 克里夫兰诊所的心脏和血管中心 就配备有多间 具有参观室的手术室 而这些手术室 要为心脏胸腔外科 血管外科 成人先天性心脏病中心 晚期局部缺血性心脏病中心 主动脉疾病中心 心房颤动中心 心脏肿瘤中心 心力衰竭中心 肥厚性疾病中心 心胞疾病中心 血栓症中心 心室性心率失常中心 女心型血管中心等等 组成部门服务 白天几乎都是不得闲的 而凌然能够直接获得手术机会 而且是给镜像人做手术 自然是引起了心脏中心 许多部门的医生的好奇 中心主任奥斯伯恩 依旧是按时来到了手术区 菲利克斯来得更早 看着空空如也的手术室 第一声向奥斯伯恩解释道 另一声是个非常精神的医生 在中国的时候 另一声每天都来很早做准备 他可能还是有点不熟悉 克里夫兰真所的运作 或者再到试察也有可能 奥斯伯恩的注意力被吸引了 哦 他应该调整好了时差吧 如果不行的话 就让他停止手术 哦 应该没有问题 开轮会看着他的 菲利克斯稍微有点小严肃 医生的术前状态自然是要确认的 不过 就他们对凌然的了解来说 凌然的手术操作根本就没出过错 哪怕是镜像人的心脏搭桥 都是女性 再加上凯伦这名英语美国人 使他手术室里的政治异常的正确呀 就算奥斯伯恩也对尚未开始的手术 暗暗满意 好 开始了 凌然绕了一圈 又重新定证了仪表和仪器 就缓缓伸出了手 大家注意 手术开始 吕文斌不管克里夫兰诊所的规矩是怎么样的 自己先生喊了一句 接着又是小小的一抖 手术流程是要按照他们习惯的流程来的 但手术室的温度 就是按照克里夫兰心脏中心预设的 不到20摄氏度的手术室温度 相对云医来说都低了两到三度 这样做既能减少微生物的繁殖 对心脏手术来说也能更好地保护机体 但是 病人的医应保护措施就得做得更到位一些 比如加热毯之类的配置 基本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得护士根据情况来设置不同的温度 要求更高一些 在这方面 灵然就没有要求按照云医的模式来 温度是一个系统工程 她在云医的手术室里 想得到18摄氏度的温度 还不那么方便呢 给灵然做二助的 是一名美国住院医 神情异常的专注 她顾不上灵然是技术好还是不好 她还是一名受训的未完成医生 需要的是时时刻刻表现出优异来 才有可能达成职业前期的梦想 留在克里夫兰诊所 美国的心胸外科医生培训时间是最长的 但就业满意度也是最低的 比起中国 美国的心脏支架的使用率并没有那么高 但它依然大大影响到了心胸外科的病人数量 不用说 最好的最顶尖的心胸外科医生的手术 依旧是排满的 病人依旧是超量的 但中下层的医生 就要面临转行乃至于做职业助手的窘境了 对于新入行的心胸外科医生来说 职业挤压自然更严重 因此也需要付出更多 不过从好的方面来说 一名能够在克里夫兰诊所出头的住院医师 也就算是在行业内出头了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一名大学毕业生需要经过差不多十几年的专业训练 才能得到职业自由 论年限来说 比吕文斌从医的时间都要长得多了 因此 这名二住给吕文斌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在对方的目光下 吕文斌两次濒临失误 好在凌然始终掌控着手术 且不说吕文斌失误能造成的损伤有限 凌然原本已经是预留着存量的 手术进行十分钟以后 吕文斌渐入家境 眼神不再飘向二住 凌然也稍微稳了一下 开始体会镜像人的不同之处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